要耗费几十年心血彩 下次开边的时候 想想见一起 清挂你 奥野罗伊幽 请将我的眼弯去 让我血溅你一 四只头桃花 只要能令你眼中有我 奥野罗伊幽 请将我的心掏去 让我血漫荒野 四山上桃花 只要能令你心中有我 积月悲凉的美妙歌声 动人心魄 好似要把人拉入另一个世界 想要被这歌声悠悠唤醒 从床上坐起来 他已在玉山休养了一段时间 身体恢复得很不错了 台步走出屋外 飞舞的桃花瓣下 是碧君在对空独自歌唱 香柳鞋已在桃花树下 和睦脸稀 他们边上是好多东倒西歪的酒瓶 好啊 背着我偷偷喝盘桃酒 小妖 碧君从过去思绪中抽离出来 他竟然如此沉浸 没发现小妖的靠近 我的歌声 你没事吧 碧君的声音天生魅惑 迷人心智 她也很久没有在人前唱过 从前只有香柳会主动要她歌唱 你的歌声很好听 小妖扶掌微笑 我还想听 你不怕被迷了心智吗 不怕 小妖拿起一瓶酒晃了晃 空的 哼 要是被迷了心智 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有点好奇 小妖双眸坦荡明亮 碧君正愣了一会儿 背手笑了起来 你们果然很像 小妖看着碧君有些摸不着头脑 猜她到底是有些醉了 小妖 对不起 瞒了你许多事 小妖不慎在意的摆摆手 不用道歉 香柳她九个脑袋 她想瞒我那真是防不胜防 不差你一个 哼 小妖望向桃花树下闭目假妹的香柳 也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反正来日方长 她有的是法子折腾她 明明想着的是怎么欺负她 谋中却是化不开的爱意 令旁观者都动容 帝君看着小妖和香柳 神思有些恍惚 从前她和猎羊觉得小妖不像阿衡 现在看来 果然还是她的女儿 而且比起身不由己的阿衡 她与吃油的悲剧 已不会在小妖和香柳身上重演 她们摆脱了姓氏的富蕾 过去的阴影 恩义的桎 携手打破了死局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小妖 祝你们幸福 小妖笑开 明媚的好似一朵盛开的桃花 谢谢 等小妖伤好了七七八八的时候 她已经第八百遍缠着香柳要回去了 正好毛球这段日子也在养伤 她把小妖和香柳从不周栓就回来 真的拼了半条刁命 小妖决定以后再也不叫她臭鸟了 回去之后一定给她做好吃的 罢了 毛球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明日我们便拜别王母 回回春堂 小妖兴奋得一蹦三尺高 差点站不稳 扑到香柳怀里 干脆顺势软了身子压在她身上 得意忘形 伤还没好 小妖贪恋她怀里冰雪般轻烈的味道 不自觉地撒起娇来 美好 起不来 那再住上半月 好了好了 我全好了 小妖疏得从向柳怀里挣扎起来 看清她脸上一抹醋侠的笑意 又逗她玩 小妖气得牙痒痒 找机会一定要扳回一局 我们回去的路上再去个地方好不好 去哪儿 葫芦湖 想想 她们好像许多回忆都发生在这片湖水边 香柳揉了毛子 虽然不知道小妖要做什么 不过绕点路而已 自然硬了下来 毛球扑扔着翅膀 飞得稳健 正好让风柔柔的吹拂在小妖和香柳的脸上 云雾散开 远眺身下 是一片葫芦形状的湖 昊月当空 深蓝色的湖水荧光淋淋 似有无声 精密的像是锁住了时间 小妖舒畅地张开双手 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一幕幕 在这片湖上 香柳和小六比赛游泳 看海上生明月 弹心 烤鱼 她吸她的血 她却不怕她 她就是知道她不会真的伤她 莫名的情愫生了根 发了牙 仿佛还是昨日 香柳 她叫她的名字 嗯 香柳硬 我们再比次游泳 你输了满足我一个心愿可好 香柳失笑 那我赢了呢 小妖笑道 那小的自然是听凭大人处置 这听上去很诱人 还未待香柳硬下 小妖便从毛球背上往下一跃 如鱼入海 消失不见 香柳紧随其后 即使有了海妖能在水下自由呼吸的能力 小妖没想到自己还是输得很惨烈 你真的没用灵力作弊吧 小妖气喘吁吁地爬上岸 香柳气定神闲地给她施了个干衣卷 愿赌服输 小妖蹭到香柳身边 眨巴眨巴大眼睛 抛了个自认为很完美的媚眼 香柳大人想对奴家做什么 你眼皮抽筋了 小妖气不打一出来 真是眉眼做给瞎子看 向柳唇叛敏了思笑意 你先说说 你的愿望是什么 可是我已经输了 不是说听凭我处置 我让你说 果然九个头脑子赚的就是快 小妖支支吾吾 顾左右而言她 一会儿说这月亮好看 一会儿说这湖景真美 香柳捏起小妖的下巴 强迫她看向自己 我说 我说了 小妖的脸颊嘟嘟 极其可爱 反而让人更加想欺负 向柳眸色略暗 但仍然一眼放了手 还是先听听她到底想说什么 小妖姐放了下巴 满脸通红 愁愁了一会儿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从怀里掏出来一块海贝壳 里面盛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 递到香柳面前 向柳挣住了 九颗脑袋有点打结 我爱你 她这辈子没说过这么直白的情话 脸颊仿佛要烧起来一般 向柳 你愿不愿意和我 我们有一个家 向柳不说话 小妖以为她是嫌弃起这寒酸的海贝了 她急急解释道 我 我在玉山也没法准备什么 本来想着回去 再给你寻得更好的 但是 又想早点 小妖语无伦刺起来 向柳垂眸接过小妖手上的海贝 拿起里面的珍珠 凝视良久 她真的没想到 这次 又败给她了 从前是横冲直撞地夺走她的心 现在是郑重地说想和她一起有一个家 她从未如此奢望过 即使是在梦里 她也想象不出来这么一刻 没想到 竟让你抢在了我前头 香柳将贝壳收到心口 地幕笑起来 小妖 她听到自己声音从未有过的青涩 紧张 小心翼 我爱你 月光爱恋地撒在两个相依相微 较之勇吻的身影上 晕染开一层银色的光边 缓缓流动 柔和润泽 浅浅浪漫 海底峡谷幽深神秘 似乎妖人探索 香柳一寸寸沿着石壁前进 尽头 是一个泛着盈盈白光的海贝 被眼已经打开一缕缝 仿佛在呼吸一样上下起伏 小妖在床榻上微微颤抖起来 眼角有了点点失忆 香柳立马停了动作 轻声问道 怎么了 我 我怕 小妖弱弱地开口 香柳身子一僵 如同被浇了一盆凉水 她冷下脸披上外衣便起身要离去 小妖急急地抓住她的衣角 太过用力 以至于撕拉一声 刚披上的脖外衣扯掉大半 向柳白玉般的肌肤再次接触空气 烛光舔势着 光影下那精壮的肌肉线条曲折流动 富有力量与美感 腰也祸人 惊心动魄 不是怕吗 还敢惹我 向柳气身而上 捏起小妖的下巴 嘴唇靠近她的脖子 几乎能听到血液快速流动的声音 不断刺激着她 小心我把你吃了 小妖欲哭无泪 我 我 我其实是怕 怀孕 香柳完全没想到这一层 一时之间正愣在原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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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